这可能是奥运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中国选手邢惠娜第一个冲过终点后 埃塞俄比亚选手迪巴巴也冲过了终点线 而且他在冲线前面带微笑 双手欢呼 衣服已经得了冠军的样子 更有意思的是 当邢惠娜申批国旗庆祝的同时 迪巴巴也同样拿出了国旗来庆祝自己国冠 是什么原因让他以为自己是冠军呢 那如果中国选手不是冠军 应该是第几名呢 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 女子一万米长跑的决赛现场 代表中国出战的选手是 马拉松三冠王 孙英杰 以及山东姑娘邢惠娜 而埃塞俄比亚则是派出了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 以确保该项目的同志第五 当镜头扫过邢惠娜时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紧张 他一边深呼吸一边望向赛道 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硬 这注定将会是残酷的一战 比赛开始后 邢惠娜不紧不慢地跟在大部队后面 而三名黑人选手则在一开始就领跑 其实万米的长跑项目 赛程非常的长 一开始领跑是很吃亏的 从这点就可以看到 他们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而且世界前三的埃塞俄比亚选手们 也不会因此受到半点影响 400米过后 中国选手依然跑在队伍的最后面 对于万米长跑来说 前半程保持体力是最稳妥的策略 中国选手孙英杰 是国内普遍看好的获奖人选 因为他曾经在世锦赛上获得万米冠军 而且还是国内马拉松的三冠王 但邢惠娜不一样 他只是跑出过比较好的场景 被大家认为是陪跑的人而已 比赛很快就来到了600 此时实力较强的选手们 已经组成了第一梯队 秦辉娜和孙英杰也在其中 但是队形变化的不是特别大 直到赛程过半后 第一梯队才开始明显起来 领跑的依旧是长跑王国的人 特别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 越跑越快 其他国家选手则越拉越迷 三个人相对交替领跑 长距离项目最怕的就是 领团的不断变速 他们在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 概远的希拉西耶 西奔尼还有贝克勒 三个人就是能力超强 其实他们的整体实力 不会超过其他选手那么大 但是呢就是用前面的战术 不断的三个人的换节奏到领跑 自己的队友非常适应 但其他的选手却不难适应 此时秦辉娜和孙英杰仍然咬牙坚持 让自己保持速度不调出第一梯队 比赛很快就来到了后半程 这时赛场局势已经无比清晰 第一梯队的选手们 已经追上了赛场上最后一位选手 比赛进行到8400米的时候 第一梯队不断有人调队 被寄予厚望的孙英杰 也逐渐调出了第一梯队 而三名埃塞俄比亚选手 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不仅从始至终的领跑 甚至开始将数名选手套圈 但细心的观众们开始发现 在一众黑人选手当中 有一名中国运动员 自始至终地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 比赛很快到了最后三圈 此时全场的观众 都见证了一万名奥运赛场上 从来没有见过你 一名黄种人和四名黑人选手 组成的第一梯队 在奔跑了二十多分钟后 依然不见他们减速 比赛来到8800米时 秦辉娜已经跑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赛前没人注意到的无名小卒 竟然和世界前三的选手难分高低 这不禁让人感叹 到底是谁的部下 怎么会如此用 第一梯队的几位选手 又陆续地超过了一些 速度慢的选手一圈 可能正是这些跑得慢的选手 给了埃塞俄比亚选手误判 觉得这场比赛太简单了 拿个金牌银牌的 还不是谭笑间吗 比赛很快就到了最后两圈 这时候 所有的选手的体力 基本都已经透支到了极限 而秦辉娜则是突然加速 先将肯尼亚选手甩开 但是他的前面 还有两名黑人选手 最后一圈的最后一个弯道前 秦桂纳超越了第二名 转过弯道后 夺冠的信念在这一刻彻底爆燃 秦桂纳毫无保留地 奋力地在做最后的冲刺 前方高能 秦桂纳在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秦桂纳在拼 弯道不要去超越 最后可以拼一下100米 保持一个很好的冲刺节奏 最后100米的决战 秦桂纳 加油 秦桂纳加油 秦桂纳 获得了金牌 终于 他越过最后一座大山 秦桂纳和金牌之间再无阻碍 他拿到了中国的第一块万本金牌 戏剧性的荧幕是 当秦桂纳升批国旗 开始庆祝国冠时 埃塞俄比亚选手迪巴巴也升批国旗 庆祝自己夺得了冠军 因为他觉得秦桂纳肯定不是第一 而是那个被自己套圈的选手 直到有工作人员前去提醒 他们的教练更是不敢相信 这样一位不知名的中国选手 竟然在他们最英语为傲的长跑领域 一举战胜三名王者 夺得冠军 教练冲到裁判席 一遍遍数着秦桂纳的圈数 好从中找出端倪 但于事无 到目前为止 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万米金牌 秦桂纳创造了历史 他赢得干脆利用 以30分24秒36的成绩虎口夺金 从此一举成名 震撼世界 这个视频送给为了梦想拼搏的你我 正所谓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不妨长按三秒点赞 一起向东方神鹿行会那致敬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条视频